Hello,大家好,我是米奇沃尔斯,欢迎来到米哥拆封 在这一期当中将给大家拆封一款来自于乐高的一款玩具汽车 在开封之前强调一下,这一次拆封一定是我拆封史上第一次 真的是把它拆出来之后,我不想完成它的这个步骤 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首先,这是来自于乐高的,破式的跑车,保湿街的跑车 首先是简单看一下,它在这里显示的是年龄是16岁加 16岁以上的人才可以玩的,因为我之前见的乐高游戏呢 基本上都是四五岁的水平,而这一次呢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它是911GT3RS这款车,相信喜欢这个跑车或者是这种奢华车的人 朋友们一定会知道这款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在这里千万要强调一下,2704,这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里边用2704个配件零件组成,你需要将这两千多个将近三千的小东西组成这个车 对于我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但依旧希望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款限量版的乐高 寂寞游戏 在右上角可以看到这边是1比8的模型,就是说把它放大8倍就是限制的车了 右下角保时捷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侧面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正面是非常的壮观的 在侧面上面显示 Actual Size Dimension 再告诉你这个,大概这个轮胎要多大 这就是实际的图就这么大 跟那个限制中比一比,确实1比8 背面呢,上面就讲讲述了一些这个基本的勾造 比如发动机啊,座椅啊 这种这后边这个叫什么,可能是排气管什么的 我也不很清楚,这是车的内饰,看起来非常的真实 所以这个模型呢,开发人员也是费了很大的心思去做在上面 OK,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打开一下 因为里面东西确实不少 我之前有看过 好,我们直接把盒子打开 123走起 再次声明我将不会完成它的拼接工作 因为对于我来说巨大无比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右边已经有4个大轮胎了 火候轮胎的这个,轮骨 可以看到包装非常叠致,在这边有一封 哦,哦 天呐 这是我见过史上最厚的说明书 史上最厚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书哦 感受一下 什么快速翻个页都费费半天劲了 这里呢,讲述了完全完全 详细的组装的步骤 可以看到刚刚是介绍车身 然后还介绍这个车的一些历史 谁呀这是 然后车的发展起源 这款车型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这本书呢,不仅仅讲述了这个车的一些故事 还有一些 背后的幕后 同时呢,告诉你哦 这个乐高,这个设计人这款车啊 这款玩具的设计人是怎么做出来的 它几乎真的是仿真还原了多数这个汽车零件 除了它不能开一门 然后它真的去这个 感受了一下 所以说,从后面呢,这一开始 从1就开始教你 这里边有两个这个什么什么穿在一起 看多用的细致,细致到我就 对不起,我无法接受这么细致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 如果大家特别特别喜欢啊 有非常好的耐心 坐在一个角落里 打开台灯,放在桌子啊 一个人静静的 呃,坐在那四五天的话 大家可以不妨感受一下这个庞大的工程 当然了,这款呢,是一个完全的限定版 一般人想买,买不到,想订也订不到 据说我朋友买到这个之后呢 也是等了好几个月 然后这边呢,打开之后啊 还有一个贴纸 这个就是,当你组装好之后 直接把它贴上去 让这个整个玩具呢,显得更加真实 就像喷戏一样 然后还在这边 OK,这还不好看 再一个卡壳了,记住怎么卡啊 等一下我要把它放回去 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 1,2,3,4,5 哦,我们先从1打开了 打开1感受一下 这个1的盒子相当厚 1,2,3,4,5 好,这个就是 它这个玩具中的全部内容 可以看到,大概就这么多 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的先把轮骨 先放这边打开1里面 看一下什么东西 我虽然知道大概就是一些零件 但是我还是,哎哟 还好,还好,还好 就是这些零碎的东西 相当零碎 我这个上帝 这也太多了吧 这 太夸张了 这也太零碎了 这个人的真是能够折腾 好,在第一个盒子里 已经放了如此多的配件了 对不起,我实在无法 我是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好,大家看看这1里面有什么东西就知道了 这几乎就撤了所有的配件 当然这个受任呢 不过日后 日后的某一天我朋友只能把它拼完了 我会一定会去拍张照 然后流泥 因为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工程 巨大无比 然后这1是这个,2是什么 没错,2也是一个 甭说了,2和3呢也是 所以说啊 这限量版确实不是盖的啊 它制作的限量是真的有太多任务 没有办法把它完成了 太夸张了吧 装回去就这么累啊 所以建议大家 在使用这款产品的时候 一定一定 切记这是很关键的 用一张非常大的桌子 然后把零件一放上去一拆开呢 你就要固定在那了 你不能让任何人碰 任何时候呢 这个一个小的零件 一个小的零件丢失的话 都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过程 因为你很有可能走不成这辆车了 所以这就是 保时捷911限量版乐高游戏 最后的说明书一本 巨多的零件 2700多 史上我都见过已经相当高了 还有这样真实的这个轮骨 你们大家怎么想 反正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个我无法完成的工作 好了 记得关注 我的视频频道 米奇沃克斯 米奇 Make It Works TV 然后日后呢 给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产品 今天呢 也非常感谢 我的朋友伊总 借我 这个拆封一下这个 他订了真的很久了 之后才收到的这个 乐高游戏 非常感谢他 然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